俄羅斯的恐攻在上個禮拜 大家很清楚 這個是 在那個歌劇院啊 莫斯科的歌劇院啊 這些恐怖分子 他們叫伊斯蘭國ISISK 這個 一進去拿了這些武器 還包括了 還包括縱火 那總共殺死了140多人 受傷100多人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很典型的恐攻 為什麼選了歌劇院 歌劇院封閉的嘛 大家一定知道 那就是幾個門出入口 人都在裡面 那個歌劇院啊 那個非常大 他如果滿的話 容量可以將近6000人 5800多人就將近6000人 非常大 當天這樣人沒有滿 但是他拿著這些衝鋒步槍在那邊掃射 那你掃射的時候 大家知道人群那麼多 那你控制出入口 人群往哪裡跑 你那個衝鋒步槍一直在那邊掃射 對不對 馬上打死那麼多 剛開始就是60幾人 後來70幾人 80幾人 我一看那個數字 一直死亡人數一直這樣一直這樣 現在死亡140多人 現在抓了這些歹徒 你看這些歹徒 像不像 這伊斯蘭國 不像啊 有三個不像啊 第一個伊斯蘭國 哪有時候把人弄完之後 就跑掉了 伊斯蘭國打完之後 人一直打到最後面 戰死沙場 這高呼這些 那些真竹阿拉什麼的 他都會這樣 第二個他會帶旗子 旗子在哪裡 伊斯蘭國旗子有沒有看到 沒看到伊斯蘭國的旗子啊 他們伊斯蘭國會帶旗子的 會插到旗子 我就是為伊斯蘭國 就ISIS 胡羅三 就是ISK 對不對 是這樣 第三個 他們 那個伊斯蘭國 每個人都蓄鬍 鬍子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這個鬍子 都是這樣 他們沒有鬍子 有的看來不是鬍子啊 是沒刮鬍子的鬍子 他們那伊斯蘭國都是蓄鬍的 怎麼沒有鬍子 我說奇怪 那不是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都要蓄鬍啊 沒有蓄鬍 現在被抓了四個歹徒 那完畢之後 還往烏克蘭跑 為什麼往烏克蘭跑 往西跑 是不是一定有人要接應嘛 不然為什麼往烏克蘭跑 那這四個被抓到了 現在在審訊當中 被打得鼻青臉腫 跟個豬頭一樣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一個耳朵被割掉 右耳 右耳被割掉 現在打得那個 腫的 還有一個打得那個 嘴巴跟豬頭一樣 就是這樣 那個 俄羅斯的總統普丁 也有出來譴責 他還打 他打 現在打了黑領帶 他平常不用黑領帶 那個講話也是在辦公桌的時候 他講的是黑領帶 跟這個不一樣 他國家 然後政府的辦公大樓降半期 是這個樣 所以看得出來這個恐攻 造成俄羅斯這一方面的一個非常大的震撼 那他又很奇怪 他又選擇是 這個俄羅斯總統大選完畢 那你俄羅斯總統大選完畢 俄羅斯這個普丁在這一任 第五任 是 這個 第六任 那個俄羅斯總統 他們是 一任是五年 第六任的話 五六三十 他可以幹了三十年 對不對 這是第六任 五月份才上任 現在因為他是 三月份投票五月份上任 是這樣 然後 那這樣子 在大選完他高得票率 然後發生這個恐攻 那不是給普丁難看 那誰現在是 那個 普丁的 現在跟俄羅斯交戰的 那就是烏克蘭嘛 伊斯蘭國跟他也沒有 伊斯蘭國也對俄羅斯也是 因為他俄羅斯支持敘利亞 敘利亞是 敘利亞四分五六 敘利亞的阿塞德政權 本來就要崩潰的 因為俄羅斯在後面挺阿塞德 那阿塞德一直撐下去 阿塞德現在控制 所有敘利亞土地 只有63%左右 另外37%都被反抗軍 反抗軍好多勢力 包括庫德族 包含伊斯蘭國 包含西方國家所支援的這些 佔了這個整個是 我們講到的 輕輕點點 所以整個敘利亞 他是這個國家 想要去變成統一 把這些所有的反抗軍的勢力 通通給他彌平 變成一個完整的敘利亞國家 沒辦法 沒辦法 這是沒有辦法 沒有這個能力 沒有這個能力 還要繼續投下去 這就是敘利亞內戰 但是敘利亞 因為俄羅斯在力挺阿塞德政權 讓敘利亞一直 政府軍還維持了63%左右的控領土地 那這樣當然也跟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也在敘利亞 東西綠亞的地方 也有他的基地在那裡 所以他就變成這些 伊斯蘭國也開始進行 這方面的恐怖攻擊 那這一次 這個恐攻跟這個 伊斯蘭國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我認為要再去調查 因為他們剛才三個真相 第一沒有帶國旗 伊斯蘭國的旗子 第二個他們敘虎不對 他們都會敘虎子 然後第三個他們都會 這個玉石俱焚 壯士斷丸 都是這樣 哪會說打完之後不開始跑掉了 所以這個問題很大 因為從這三個特徵 我認為這個沒有那麼單純 後面一定有這些手死的 那最重要這個是策動人 手死的人 規劃人 而不是執行 執行的是樓羅 是被買通就好了 那後面這一個 在後面這個要怎麼去調查 這四個 這是俘虏 怎麼樣去審訊 怎麼樣去交叉比對 找出事實的真相 我認為這個要有時間 沒那麼簡單 而且萬一四個人 這個守口如瓶 那真的到最後面死無對證 你有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單線指揮 他不是多線指導 單線 這個線斷掉了 你根本沒辦法查 因為他們做情報的 做恐攻的 他們都是很清楚 絕對是單線指導 非常隱密 在一個地方做演練 這個門怎麼進去 要帶什麼武器 要做哪些行動 要往哪邊逃竄 往西邊 然後找誰去接應 應援 把人接走 後來再因為 在俄乌邊境被抓到 這四個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俄乌戰爭啊 會加溫 俄羅斯在這一方面 會給烏克蘭更大的報復 因為他說一定是有 烏克蘭在後面做策動 那這是俄羅斯的講法 這是普丁的講法 那至於真的情況如何 那我認為還是要等到誰都釋出 就跟克蘭米亞大橋 他們說是這個 俄羅斯的假期行動 後來查出來了 原來這個是跟烏克蘭有關 然後這個天然氣管 這個北溪二號說是 俄羅斯的假期行動 俄羅斯自己炸的 後來也知道不是俄羅斯炸的 那現在的時候 西方國家 西方的媒體也有說 這個歌劇院的這個屠殺行動 死了140多人 是俄羅斯的假期行動 俄羅斯自倒自演 我也看到 西方國家這樣子 我認為不會 俄羅斯不會這樣做 普丁不會這樣做 不可能的 我認為不可能 我認為不可能 怎麼會 你如果這個事情 查這個多大的風險 如果是俄羅斯自己做的 抓起來槍斃 怎麼可能自己在做這個 140多個家庭 加上還有100多個受傷的 200多個家庭 那還得了 所以俄羅斯會假期行動 我認為這個 這個假設 我認為不成立 大家參考 我們看看烏克蘭戰爭 烏克蘭戰爭 美國支持的最多 看看歐盟 現在這是資金的援助 有人道援助 有軍事援助 是深色的 軍事援助深色的 你看美國的軍事援助是最多 然後人道援助 跟資金援助是比較淺的 然後資金的援助 歐盟機構 因為歐盟國家那麼多 相近30個歐盟國家 才這樣子 美國的一個國家是這個樣 資金的協助 人道援助在這個 比較有一點點 半淺南深南之間 有一個小的霸 就這樣 我們可以看說 美國是最大宗 尤其是武器 軍事上的援助 美國最多 美國可以說 全部加起來 包含德國 包含英國 包含丹麥 丹麥 包含挪威 甚至包含亞洲的日本 日本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 日本不是 然後包含河南 包含加拿大 加拿大雖然北美洲 但是加拿大是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會員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總共30個國家 包含第十名的波蘭 也有對這個烏克蘭 這個來協助 大家可以看出來 往下拉的話 就是1000億美元 1000億 可能大家知道 把這個通通累計的話 就知道有幾千億美元 就知道 下面這個 照這邊的話是1000 1000億 這個單位是1000億美元 大家就知道 你把這個通通累計起來 就知道有幾千億美元 所以烏克蘭這個國家打殘了 烏克蘭 烏克蘭 因為大家不派軍人 不派軍隊 當然有國際志願軍 任何國家打殘 都多少少有國際志願軍 大家願意承認 包含印度 印度也 有人被 還有尼泊爾 尼泊爾也招到俄羅斯那邊去 幫俄羅斯去打烏克蘭 印度有 尼泊爾 尼泊爾也有 都被 好像待遇不錯 被抓去 被招募去 這樣招募 那比較多的是在烏克蘭 烏克蘭 有美國退伍的軍人 有 這個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的軍隊 退伍的軍人 去幫烏克蘭打仗 這個有 他拿錢打仗 他退伍他不是軍人 他是自由的 是這樣 台灣也有 台灣曾勝光 一個原住民 後來暫時殺場 還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還頒了他一個 原住民一等獎章給他 都有 但是軍隊沒有 正規軍沒有 美國沒有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有沒有派正規軍隊 到烏克蘭 目前還沒有 給烏克蘭情報 但是問題是烏克蘭 就要你烏克蘭打 你烏克蘭的人 烏克蘭的土地 你要在烏克蘭打仗 所以烏克蘭這樣子 應該 他當初的時候應該 早點點結束戰爭 結果死的都是烏克蘭人 烏克蘭大概整個的 一整個袋都要消失了 年輕人沒有了 都是暫時殺場 那跑出去的 當然有跑掉的 離開烏克蘭的 跑掉的也不會回來了 這樣烏克蘭戰爭結束之後 有很多人不會回到烏克蘭 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口